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妈从小就宠着我 舍不得我受一点委屈 我从来都不差钱 但是我学习成绩就有一点一般般 但是我爸妈也没指望我好好读书 反正家里有钱 以后是要接管公司的 当然我也不必去外面闯荡 整天就是和朋友吃吃喝喝 逛街买东西 久而久之 那个时候我到处都是跟那些有点像道上的人混在一起 那时候我也交往过几个男朋友 他们明面上对我很好 但私底下就是另一个样子 都是想我的钱 还拿着我的钱去外面乱搞 有一次我看见我有个男友竟光明正大的对着我的面和别人搞暧昧 我一时接受不了背叛 找人报复他一下 自打那以后 我渐渐对这些男人就麻木了 我想这些男人根本就不靠谱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爸妈也着急了 生怕我下半辈子没有人依靠 于是到处安排我去相亲 因为之前谈的恋爱 所以我对未来婚姻不泡太大希望 只想找个本分调内人嫁了 后来我爸妈那里有个客户 比我大八九岁 但还是个单身 条件也算不错 爸妈说这男人大个十几岁都没问题 好管啊 还懂得宠老婆 所以在爸妈的安排下 我跟他结婚了 其实我一开始不喜欢他 觉得他长得不好看 身材也发福了 可是转念一想 人家有钱就够了 我还是挺知足的 至少以后有安稳的日子过 于是答应了他的交往 没过多久 我就和他订了婚期 结婚那天一切都很顺利 到了晚上 老公一上来就跟我心热 办完事后 他仔细地盯着床单看 我问他看什么 他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落红 我当时就笑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指望着我是个黄花闺女 没想到他知道我不是处女后大发脾气 我还在床上 他把我一脚给踹下了床 嘴里还骂我死破鞋 我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上去就给他了几巴掌 结果就这样 我跟老公才结婚就闹僵了 他才知道我不是处女看事 他就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 还经常骂我破鞋 我哪里肯受这种气 当初我俩还在一起处对象的时候 他对我很大方 连银行卡的密码都告诉我 我趁他睡觉的时候 把他的银行卡偷了出来 带上我的小姐妹 给他们买东西 请他们吃饭 买各种奢侈品 这些消费都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老公手机上 第二天 老公收到短信 看着他的银行卡里的钱不断减少 心疼得不得了 可是他又不敢对我怎么样 他还得跟我爸妈做生意 就这样最后还是他跪地地求我原谅 答应我以后再也不会骂我破鞋 家里的钱也给我管 我看着对我点头哈腰的老公 心里特别痛快 女人就要掌管主动权 要强硬一点 把男人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不论你用什么手段 要是你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了 你说你这老婆当的有多失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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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